太过分了吧 詹黄惨遭雷霆猛难爆头 却激怒胡人 一波流打爆西部第一 证明强大实力 胡人对阵雷霆的这场比赛出现了重大争议 詹姆斯在比赛当中又遭暗算 可是老大被打 却让胡人中将同仇敌开 爆打西部第一 应该说这场球 胡人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雷霆毕竟是背靠背作战 体能受到了一些困扰 他们也不再神奇 但是与此同时 这雷霆的年轻人们在比赛当中 却是不懂尊重老人 尤其是尊重现在联盟里年纪最大的 勒布朗詹姆斯 詹姆斯之前刚刚完成4万分成就 但是球队却输给了绝金 非常遗憾 现在急需一场胜利 带给胡人重回西部地球 而这场球碰到背靠背的对手 胡人一直压制着对面 于是终于把雷霆给打击眼了 比赛进行到第三届 雷霆的小年轻多尔特 过来防守詹姆斯 这哥们下手也是不轻不重的 当时詹姆斯突破来到罚球线 多尔特去掏球 一看球掏不到怎么办 背后直接伸出一巴掌 狠狠一掌 右手一掌披在了詹黄脑袋上 直接对詹姆斯来了个爆头动作 对着他脑袋就是拍 一巴掌拍了下去 而且这一掌是扇在了后脑勺上 非常的危险 这个动作一出来 裁判赶紧吹了犯规 而詹姆斯被打的是 捂着自己的后脑勺 站在场边 久久没有起身 雷霆你这不是打球动作 你打人哪 你哪能一巴掌 铁巴着爆头 哪能这么打球呢 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呀 只能说雷霆这些人防住詹姆斯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呢 胡人这个球队 现在变得越来越团结 劳大被打 反而是激怒了他的队友们 其他的胡人球员们 都非常的努力 在接下来 詹姆斯被爆头下场之后 全力出击 最终是一波流 三节结束 粉碎雷霆 相信这场比赛 胡人队已经是大获全胜了 而詹姆斯呢 当时也没有进行任何的投诉 捂着后脑勺站立过 起身接着打球 钢筋铁骨 恐怖如斯